在英国王室中有个不起眼的王妃 她从来不爱出风头 却是女王最爱的儿媳妇之一 这个人就是女王的小儿媳妇 爱德华的妻子 维塞克斯伯爵夫人苏菲王妃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此前 在英女王的葬礼上 苏菲王妃哭得比谁都伤心 她说 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妈妈 女王在世时 也称苏菲就像她的女儿一样 都说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 而且婆婆还是女王 能和这样的婆婆 处成母女关系 说明苏菲王妃 确实是个双双在线的人 爱德华和苏菲夫妇 在王室中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 除了在王室重大的家庭聚会上 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其他时间 他们一家都跟隐形人一样 爱德华夫妇俩都不是爱出风头的人 他们也是聪明的 在民争暗斗的王室 要想安安稳稳地过一生 低调是最好的办法 放眼望去 那些不甘心当被胎的皇亲国妻 到最后 有几个是真正反抗成功的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哈里梅根夫妇 现在基本上已经被王室除名了 安德姆王子 也是烂尼呼不上墙 年少时是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最看重的儿子 后来自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要不是女王生前还给他留有一处房产 估计现状比哈里王子也好不了多少 由于王室家族力量越来越薄弱 爱德华王子一家将重新被重用 他们将顶替哈里王子和梅根的位置 代替他们执行王室公务 苏菲王妃的能力再次得到了认可 无论是执行什么公务 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这不禁让人们经常把她拿来 和侄媳妇梅根来比较 苏菲王妃从来不像梅根一样 杂杂呼呼 走到哪里都要求得到媒体的关注 恨不得将摄像头绑在自己身上 苏菲王妃刚好和她相反 她不喜欢出现在摄像头下 那样反而显得拘谨 把能力放在事实上面才更有说服力 在苏菲王妃这次将抵达埃塞俄比亚进行访问 这次访问苏菲王妃 是以国际防防机构全球大使的身份去的 当地人们对于苏菲王妃的到来 早就充满了期待 苏菲王妃参观了场乡村吉镇 在那里她和女孩们一起学习编织当地特色的竹篓 把自己完全当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 气氛相当融洽 苏菲王妃还和当地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耐心地教他们各种积木的拼搭 像极了一位亲切的老师 苏菲王妃如此亲切的形象 不禁让人们回忆起了戴安娜王妃 之前就有人曾说 苏菲王妃就是英国王室的第二个戴安娜王妃 她像戴安娜王妃一样善良 每次访问都不会把心思放在 如何提高自己的曝光率上 而是真正的体察民情 融入他们 才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连查尔斯国王都忍不住夸赞 弟媳妇苏菲王妃智慧双全 威廉王子也对婶婶非常信任 苏菲王妃现在是威廉王子的得力助手 有了苏菲王妃的加入 梅根一家的中途退出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 相反 王室赶走了一个讨厌的梅根 反而迎来了人人都喜欢的苏菲王妃 就如阴祸得福一般 也是一件美事 反观哈里梅根高调离开王室 甩开一切羁绊 雄心勃勃 全世界仿佛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可是现实就是巴掌 一巴掌打过来有点疼 又一巴掌打过来有点晕 三巴掌打过来就得塌下 想起来其实很难 最近哈里的纪录片 不可征服的心 收视率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么高 而是走低 这可能导致就有将近五千万美金的损失 这无疑给他们雪上生活加了双 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想想吧 三年来积极如丧家之犬的哈梅二人 经历了怎样的现实洗礼 豪宅住不起了 升华的生活经不住折腾了 极着想赚钱 结果都赔钱 想要过好日子 又不愿踏踏实实来做事 不是出书报家人的料 就是卖采药同情 直至把自己的人气都拉到了地上 让人采还不自知 一会儿危险爹 一会儿挑战凶嫂 一会儿闹离婚 一会儿分财产 尘埃落定的不可征服运动 虚张声势也结束了 回归正常日子又不甘心 心急吃不上热豆腐 人急就容易出差错 梅根见哈里也挣不了钱 他们的记录片收视率又低 眼看着投资的钱就要打水漂 哈里倒也能保持淡定 大概想着终究有王室有父亲哥哥在 总不至于让他流浪乞讨 梅根坐不住了呀 危险查尔斯老爹和威廉大哥 要分王室一半的财产 不给就出日记曝光 他在王室受到的委屈和歧视 王室的成归陋习 还有一些对凯特王妃不利的他 所谓的猛料 让凯特做不了王后 这样的手段梅根反复玩弄 他不嫌厌烦 别人耳朵也长了茧子 谁也不想听他胡忠了 再说又出自传 又报私密日记 自传写什么 有什么值得一遍一遍的炫耀 日记那是自己心灵净化 疏解情绪的表达 报在大庭广众之下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若说只是为了诋毁别人 赚取流量 其实非常愚蠢 梅根的骚操作一次一次失败 再怎么折腾 架不住别人视而不见 置之不理 自己的日子还不得自己过 自己做的孽还不得自己还 梅根还是不踏踏实实过日子 消耗着自己和哈里不说 记录片不可征服的心 收视率极低 已经宣告了他们的巨大经济损失 梅根知道没多少资本了 开王室的油也开不了多少了 梅根又出奇招 提出开设网红账号 让阿琪和莉莉贝特成为网红 赚钱以补经济窟窿 哈里被梅根这一提议 直接挡猛圈了 两个人因此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哈里接受了纪录片 不可征服的心 反响平淡带来的损失 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制作能力 他毕竟对于纪录片制作是新手 在制作技巧上需要打好基础 纪录片重复王室就话题太多了 大众已看密了王室内幕 渴望新鲜内容 哈里想做一些努力 合作方认为哈里能力不足 也等不上他很快做出调整 他们很可能就会终止后续合约 这无疑是对哈里的沉重打击 合约终止 结果就是将近损失五千万美金的损失 哈里知道他们的生活 因此而生难以为继 但是他面对经济窘境 他始终不赞成梅根开设网红账号 将儿子阿琪和女儿莉莉贝特 打造成网红 让他们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 像是两个小叫花子 梅根好像坚定了自己网红之路 让孩子们大量曝光以来吸引眼球 他舍出孩子去套了 哈里心痛啊 这样做对孩子将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 越闹越僵 梅根只会惯了哈里 哈里也听话惯了 这次哈里不轻易妥协 梅根受不了了 为此 梅根公开对哈里冷嘲热讽 拒绝在镜头前扮演恩爱夫妻 进一步加剧了两人的矛盾 梅根一直就想着利用媒体曝光来谋利 而哈里更看重子女成长 最无辜是两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懵懵懂懂还什么也不知道 就让母亲这样来消耗 实在可态又可恨 哈里梅根的路究竟走向何方 孩子的前途会在哪里 一切都难以预料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最近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认为 他们的朋友在心理健康方面遇到了问题 这一调查由他们的皇家基金会进行 共有3000名英国年轻人参与 调查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 引发了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调查结果 95%的16至24岁年轻人表示 他们认为同龄人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这一结果令人担忧 显示出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遍性和紧迫性 为了更好地了解年轻人的需求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计划在世界心理健康日 举办一场论坛 与年轻人一起探讨情绪管理和建立韧性的方法 调查还发现 约60%的参与者认为 年轻人更需要对社交和情感技能 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这表明年轻人对于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 和情绪管理能力的需求 同时 39%的人感觉自己在情绪管理方面做得不太好 这也说明了年轻人在应对情绪问题上的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皇家基金会 与慈善机构The Mix和BBC Radio 1合作 举办了名为探索我们的情感世界的活动 这次活动将会集100名 年龄在16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 与王室成员一起参加研讨会 并就他们如何管理情绪 以及如何得到支持 来建立自己的任性进行对话 此外 活动还邀请了来自Radio 1和心理健康领域的知名人士 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讨论他们面临的具体心理健康挑战 并探索解决方案 他们作为王室代表的能力和价值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公务活动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参与 更是对社会问题的真正关注和行动 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王室内部 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我们期待着未来更多的公务活动 看看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启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